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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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桃園區南門市場的喜多豆花店 今天來幹嘛呢 我們要來看看這豆花店 聽說是純古法製造的豆花 到底有多厲害 請求老闆來讓我體驗一下 走走走 老闆你好 觀眾朋友 這位就是我們喜多豆花的老闆 老闆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 我這邊是喜多豆花 我們這邊是在桃園區南華街跟文化街街口 這個南門市場裡面 這邊屬於外面 這邊屬於大家有名的早餐街文化街的早餐街 那我這邊是叫喜多豆花 我聽人家說這個喜多豆花都是用純古法製造的 對 沒錯 沒有沒有錯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 就是想要體驗一下 你這個所謂的純古法到底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這個東西 因為第一個 現在大家講究的是那個黃豆 那我這邊用的黃豆就是所謂一般現在講的 飛機改黃豆 真的 飛機改黃豆 對 那很多人對這個 機改跟飛機改很多的認知都不一樣 這樣子 那我們是本著自己的良心 所以用飛機改黃豆來製作 良心喔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這種東西 沒關係我們今天來這邊訓練一下 可能良心就慢慢講出來 是是是 那接下來就要請老闆帶我們來體驗一下這個 你每天做豆花一早的流程 你每天大概幾點起來做這個豆花 每天基本上差不多五點半就要起來 五點半 對 好 因為我們這邊是早餐間 所以我的營業時間就會比較早 一般我們吃豆花的時間都是 傍晚 或者晚上 那我這邊剛好因為 那個型態不一樣 我這邊是屬於早餐間 所以開店營業的時間也相對比較早 好 好 沒關係 還好我們不是五點半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請老闆帶我們體驗一下 這個五點半開始你的工作是哪一些 這樣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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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跟你們講 真男人就是要蹲得下去也站得起來 來來來 老闆 來來來來 我們今天這個是要做什麼 現在齁 因為這個豆子 經過昨天晚上已經有泡過了 昨天晚上就在做工了 對對對 昨天晚上一定要先泡水 讓這個豆子肥大 這樣子 讓它吸夠足夠的水分 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要把這個豆子的一些雜質 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先洗掉 這個動作是為了把豆子的雜質洗掉 對對對 一些灰塵啊 那個土粒啊 什麼那些東西洗掉 所以它要重複來好幾次 對對對 每天早上五點開始做這件事情 對 那我們這大概要重複幾次 基本上我都是洗三次 因為我現在是 因為那個的關係 所以我的量沒有準備了很多 好第三次我來 交給我 讓我來為你帶的 來來來來來 進來對不對 對對對 先把這個倒下去 倒下去 好 有點笨手笨腳 欸 好 你把這個上面的東西要剝下去 剝下去 剝下去 是是是 好 好 OKOK 這樣可以 好你再和一和 和一和 你搭長嗎 對對對 我講 好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把它濾過來 小心喔 這樣 來來來來 還有還有 因為有一些東西還在 所以必須要用水 好 這樣可以上鍋 變豆花吃了是不是 還沒有 沒有這麼快 也沒有這麼單純 好 好 現在這個水基本上 是把水濾掉 這樣我們算是把它沖乾淨這樣 對對對 再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所謂的磨豆雞 磨豆雞 是 傳統的 傳統是用那個石墨在磨 那現在因為科技的發達 現在就是用磨豆雞 磨豆雞 它是所謂的豆渣分離 快速磨豆米 磨渣雞 對對對 這是 這是豆渣分離的 所以這兩個洞是不是 這是什麼 這邊是什麼 等一下這個水下去 等一下這個水下去 它會把 我剛才講豆渣分離 對 我們要的東西 水會從這邊出來 那它脫 那個 那個脫渣以後 會把渣 會留在那邊 那什麼豆渣 對 豆渣會流到那邊去 然後你要精華在這邊 對對對 我們要的是這邊的豆漿 好 那因為我做這個 因為我要要求 這個東西 要有一定的比例 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用多少的豆子 我就要用多少的水 那因為 一比一嗎 也不是一比一 那因為用這個水 基本上 因為每天的水壓不一樣 不好控制 所以呢 我都是用這個 你有先抓好量 對 抓好量 多少的豆子 我用多少的水下去 好這樣子 然後 欸 我要磨豆了 好好好 來麻煩一下 你要讓 你要稍微讓開 因為炸炸會飛到你身上 好 飛到你身上 好 喔喔喔喔 這很厲害 好 哇 剛剛那個 那一盆豆可以 做這麼多 這一些出來叫生豆漿 生豆漿 它是還沒煮過的豆漿 嗯 所以它是生豆漿 啊這個是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豆子 經過這個拖渣劑以後 拖出來的豆子 啊這 這可以使嗎 它就是已經中間脫水了 已經乾了 它這是乾的 乾的 這樣子 算很乾淨 拖得非常的乾淨 這樣子 等一下 要先點火 好 老闆你可以 多指揮我做 喔 多指揮你做的啊 對多指揮我做 因為這個有一些有危險性 沒有沒有 你評估啦 你評估 我可以負擔的就 交給我來 好 豆漿小碗 這個 好來這個 提起來 欸咻 倒下去 這個是我們的 煮豆漿機 煮豆漿機 所以就把那個生豆漿倒到 對對對 因為它這個豆漿現在還不能喝 好來喔 經過煮熟也有才可以 現在這個喝起來什麼味道 現在喔 我沒有喝過 好 就是不能喝的啦 對 好來 它會有一些泡泡 沒關係這個泡泡沒關係 好 好 然後 這邊有個開關 喔 對 好 它就自動會煮了 喔 燙燙 省去以前煮豆漿的一些麻煩 這樣子 那我們要把 那我們要把蓋子蓋起來 好 我們現在這樣 這個蓋子也很特殊 這個樣子的 半月型的 對 蓋子很特殊 我們像這樣大概要煮多久 大概喔 欸欸欸欸 我這邊有定時器 喔喔 這樣是五分鐘 時間到五分鐘以上 對對對 因為看它的果量大小 欸果量大小 這樣子 通常你一天要煮幾次 基本上我一天要煮四次 四次 一次是我們基本上的豆花 熱豆花 熱豆花 一次是無糖豆漿 無糖豆漿 一次是有糖的豆漿 喔 豆花無糖豆漿有糖豆漿 對因為我是分開來煮 喔 那一次是黑豆漿 黑豆漿 喔 黑豆做的豆漿 所以你每天都要在開店前把這四個 四次煮 四樣東西 因為我都分開來煮 因為 因為它每個的劑量都不一樣 需要的那個量 譬如說有糖豆漿 我是在煮的過程當中 就把我們的糖放下去 這樣才控制它的那個比例 才能控制得好 這樣子 如果說把豆漿全部煮好了 然後再來加糖 那個比例 抓不到 喔 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個早上 要煮四次 四次 豆花 一次豆花 一次無糖豆漿 一次有糖豆漿 另外一次就是黑豆漿 黑豆漿的豆不一樣嗎 還是 黑豆漿的豆 就所謂的黑豆 黑豆清的 黑豆清的 也是非基改 黑豆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黃豆會有基改非基改的問題 黑豆沒有問題 基改是差在哪裡 基改 基改 這個就是 這個話要講到 美國那個 我們只剩下三分鐘 孟山都公司的 基改跟飛機改 現在有很多辨別的方式 有很多辨別的方式 那我這邊用的是飛機改 這樣子 吃起來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 吃起來是 那個吃起來是沒有什麼感覺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感覺 健康啦 對 典公娘 典公娘 一般消費者會比較搞不清楚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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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那個我們現在因為豆漿煮熟了 那我們現在要放所謂的豆花粉下去 那這個豆花粉是食用級的 不是一般人家所謂講的石膏 那食用級的 所以應該是要安心的食用 那這個豆花粉呢 我們要把它放在水裡面 水裡面 對 這個我剛剛加了水 那這個水就是要讓這個豆花粉先把它稀釋 先把它調和 調和起來 搖一搖 豆花粉跟水 對 要把它調均勻 那等一下它這個是屬於凝固的 你要豆漿撈起來以後 會凝固 對 我們要把它調均勻 好 這時候呢 好 我們的五分鐘到了 我們的豆漿 我們要讓它煮熱要達 讓它煮熱要達到一定的溫度 喔 然後我們必須要再煮 來 一日實習 來 實習生來了 我們必須要再準備另外一個桶子 桶子 那我這邊再準備一個篩子 一個篩子 篩子跟漆字 不是 然後呢 這個等一下會很燙 所以我們要準備 喔 大手套 對 因為它會燙 會燙熟 然後這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的豆漿已經滾開了 滾開了 那我們必須把這個電源關掉 好 燙了還是交給老闆來好了 好 燙了還是交給老闆來好了 對 好囉 我們的生豆漿變熟豆漿 對 這時候就是所謂的豆漿 好 這個時候的豆漿 就是我們講的可以吃的 喔 開始可以聞到豆漿的味道 對對對 來 那你要實習來 我要實習但我還要命 對 還要命 來 那我準備 這邊準備的 來 你要手要小心 好 來來來 你不要再放進去 好 我知道 把它撈到這裡 對 燙喔 要注意喔 好 來 喔 我們看到豆漿耶 然後這邊給它濾嘛 對 它濾是主要把那些渣渣 一些不要 我們不要的東西 對 第一次還沒有濾掉 喔 燙燙燙 來來來 慢慢來 好 這樣 直接下去了 喔 好 哇 其實剩了一點點而已啦 濾出來 對 因為已經要 豆漿一定要把它濾乾淨 好 要經過很多道 那現在因為我們是要做豆花 好 這樣會有差別嗎 做豆漿跟很多渣渣在下面 對 越撈越下面越多 對 對 那是豆渣 那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 只是我們要 因為我們不要有那種渣渣在而已 影響吃起來的口感 對對對 要不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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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拉茶 燙到又不是開玩笑 來齁 然後我們剛剛調的這個豆花粉 豆花粉跟水 對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所謂的 人家講的 用蔥的方式 蔥的 因為基本上我的豆花是有兩種 一種現在這個是 傳統式的 是用蔥的方式 那另外一種是 所謂的夏天的 我有聽說夏天跟冬天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那夏天那個時候是真正的手工 因為真正是用 冒著大樂天在那邊搖 搖豆花 搖到把它凝固 這樣那是夏天的時候 為什麼夏天跟冬天會做不一樣 這個冬天的豆花是 它熱 凝固 夏天剛好相反 夏天因為你要吃它是 冷 要讓它冷卻 冷了以後它才會凝固 那添加的東西又不一樣 添加是添加洋菜粉 那是不一樣 配合我們夏天吃冰的冬天吃的人 來 這個來 都來了 你要這個拿了 本日最大的考驗 對 充滿老闆溫度的手套 這個就不要燙到囉 好 再拿起來 這個拿 這個扶著 拿起來扶著 對扶著下面 直接用力的沖沒關係 好用力的沖 抬高一點沒關係 抬高一點 抬高一點 這樣 對對對 抬高一點 好直接沖下去 會滾 不會啦你手套會滾 好這樣 來 槍尾 1 2 3 直接倒下去 沒關係 等一下 大家直接下去一次一次完成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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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東西不能停下來 我跟你講 停下來 你的豆花做不好就要怪你了 這個豆花一定要一次完成 為什麼不能停下來 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停下來它剛剛已經 下去了 黏固了 它已經開始結了 你要再沖第二次的時候 它會不均勻 它會不均勻 了解了解 哇糟糕 這我的作品可能 有點尷尬喔 這就是我們 一日店員做的成品 我的作品 那現在這個是叫豆花 它就會慢慢的 等一下再 20分鐘以後就可以吃了 20分鐘 讓它冷卻20分鐘 最好是在20分鐘以後 它就會凝固嗎 對 它就會凝固 所以它現在這樣算是什麼 液體會慢慢凝固 對 它會慢慢凝固起來 所以我如果剛剛分兩次 可能就會讓它有一半已經凝固 對 好 我們因為 因為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溫度 所以我們喔 一定要把它蓋起來 這打開 熱度會跑掉 凝固的會比較差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蓋起來 這樣 OK 這個就放20分鐘這樣 對 這是我們的實驗品 實驗品 OK 所以每天就是要這樣做四桶 看它量大小 我們現在做的是少量 對 少量 平常做的大概是一桶 大概幾倍大 不一定 要看每一天 每一天不一樣 每一天的情況 每一天的天氣 都不一樣 天氣熱賣比較好嗎 要看 夏天的話 當然是要冰的賣的好 冬天的話就是熱的 剛好相反 季節性的關係 好不容易 我們把廚房的工作 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前面還有前面的事情要做 老闆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OK 我們要過來這邊跟客人接觸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先把口罩給戴起來 這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好 口罩戴起來 對 口罩戰士 對 接下來我們要 接下來我先告訴你我的東西 是 我這邊 是豆花的配料 這個許多豆花 基本上我的配料 那我這邊有紅豆 紅豆 藝人 綠豆 這個叫雪蓮子 雪蓮子 花生 花豆 珍珠 6種 7種 7種 那以上這7種呢 基本上我都是用自己熬的 自己熬的 我不是用所謂的罐頭產品 罐頭產品 所以這也是每天早上要在那邊熬嗎 這個就是要看每天我們的庫存量 因為庫存少了 我們就基本上把它做起來 這樣子 不像 不像豆漿啊 豆花 它是每天早上要做的 那這些一定要做一些庫存起來 是 保持最新鮮的狀態 這樣子 了解 好 那我再告訴你 我們的豆花 做起來 如果你的豆花能做出這樣子 就OK了 看一下這豆花是什麼樣子 這豆花 那 這邊是所謂的薑汁 薑汁 薑汁豆花 薑汁 那這邊是所謂的糖水 糖水 因為喝糖水的人比較不多 所以我量放的比較少 糖水 這樣子 OK 老闆我一直有個問題 你知道 吃豆花有分兩個派別 對 加薑汁跟不加薑汁的 對 你知道我是哪一派的嗎 你是加糖水的 我是喜多派的 為什麼 老闆說的就是對的 蛤 老闆說的就是對的 沒有這要看個人的喜好 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好 那我這邊唯一還有一個比較 或許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這邊有一個是所謂的 豆漿豆花 特別的喔 豆漿豆花 那有些人要薑汁 有些人不加薑汁 不加薑汁 加糖水 那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加豆漿 加豆漿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 怕甜 那薑汁他一定要放甜 不放甜 單純的薑汁根本不能吃 那有些人這個糖水人 他又不能喝 那這時候就有另外一種選擇 就是吃無糖的豆漿 喔 無糖的豆漿加上豆花 就變成 就 好可以 有人可以 欸你好 欸 你好 來 給你來 好 要加什麼 十五七種 欸這幾種 七種 好 在這裡 你先試一次給我看 珍珠 來 珍珠 綠豆 還有嗎 可以放三種 暖花生 暖花生 好 好 來 兩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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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豆花 現在這樣子齁 好 好 來 給你 好 好 謝謝 好 我會了 這樣你會了齁 等一下客人來就看你了 剛剛講到這個 薑汁糖水 豆漿 豆漿 對 那這邊有無糖豆漿 跟有糖的豆漿 好 那還有一個就所謂的 黑豆漿 黑豆青人的豆漿 所以有人選擇 用黑豆漿加豆花 欸 對 也有 就是在他吃 無糖豆漿豆花的情況下 他可以加 黑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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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都是無糖的 是 哦 了解 對 阿哥來 我們 這邊就是 前面做的 這邊就是 藏寶箱 藏寶箱 客人呢 哇 這是冰的 這所謂的冰沙 冰沙 豆花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的是 所謂的熱豆花 嗯 那到了夏天的時候 我會做 做一種叫冰豆花 哦 那冰豆花的時候 他這時候就不會放香了 嗯 他這時候就是放 我這個所謂的冰 嗯 那這個冰是冰沙 這是熬出來 這是 用打出來的 打出來 這個是細的 它可以這樣子拉來拉去 對 但它有個缺點 它就是會慢慢融掉 嗯 它會慢慢融 哦 哦 夏天比較適合這個 冰沙豆花 對對對 這夏天的時候 因為這吃起來 口感很好 它不會像一般外面的那一種冰 嗯 放冰塊 齁 那你必須咬 那個剉冰打出來 那這個都太粗了 那我們這種 冰沙的話 吃起來就口感比較細 嗯 這也是說你剛剛說 夏天跟冬天做法不一樣 欸 那個是另外一種豆花 另外一種豆花 另外一種豆花 那個不一樣 我們剛剛做的 我們剛剛示範的是 熱豆花 熱豆花 熱豆花的方式 嗯嗯嗯 謝謝 好喔 來 OK 好囉 我們現在學習到這個前面所應該有的能力了 現在就等客人上門 讓我來親手做一碗豆花給他吃 欸歡迎光臨 欸你好 嗯 我要那個 熱的薑絲豆花 喔熱的所以你是薑絲派的 那我要加花生 花生 熱的薑絲 你要這裡內用還外帶 來 問一下 內用好了 內用好了來 內用 然後你今天有新的員工嗎 欸這個是來實習店長 實習店員 你好你好 欸對實習店員 加花生 對花生 這樣 再來 再來 拜拜 好 再來再來 好 欸對對對 好了好了好了 這樣 來這個豆花 豆花先加豆花 對對對 來會用嗎 欸三 來我來 用太少 欸有點少 好 再來 平方 啊 喔喔喔喔喔 其實不容易耶這個 不好拉喔 然後我上來把它弄了 不夠 不夠 還要再來 好 這樣 OK 好 好 來 我再補一瓢給他 好 來 再來是 薑絲 對 小心喔 好 薑絲是嗎 對 這樣 對 再一瓢 好 好 OK 蓋起來 等一下 連這個都有問題 蓋起來 好 我要端過去嗎 調根 先生你的豆花好囉 謝謝 慢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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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忙了一陣子齁 我終於獲得了一碗厲害的豆花 是 而且 不是我做的 是老闆做的 沒有你的還沒有已經不好 沒關係 你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一邊吃豆花 一邊聽老闆講故事 聽我講故事 對啊 可以幫我講一下說 我們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喜多豆花 它那個店的歷史有多久了 基本上 我是開了14年多 民國96年到現在 對對對 當初怎麼會想要開這樣一間店 因為我原本也是所謂的上班族 那因為工作的因素 必須要常常去大陸 那再加上家庭的問題 那就是工作給辭掉 回來就是自己創業 對 那當時也沒有想到說我要做豆花 就這樣子 中釋西釋 後來把它做出豆花出來 那因為我本著說 既然東西自己要做 我就本著所有的東西都自己去試 自己去試 這樣子 那這樣試的過程 應該很辛苦吧 那個是一段 一段刻苦鳴心的事 說實在 那是一段很辛苦的一件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 辛苦的點在什麼哪裡 因為辛苦的是 做豆花看似簡單 可是你要做出來 每一樣 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細節 包括所有的配料 每一樣東西 怎樣把它煮到你完整 完美的情況下 都要經過不斷的實驗 不斷的試做這樣子 那試的大概約有 兩年的時間 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再經過 再經過這個 怎麼樣如何開店 如何擺設 如何這樣子 又經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來開店 這樣子 為什麼會叫這個喜多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這個又好像又有點故 來來來來 聽你說故事 喜多 原來 所有東西都準備完成了以後 最糟糕就是 店名不知道如何取 你所不能叫我取個阿川豆花 阿花豆花 對不對 那個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豆花 好吃豆花 對 水浮龍豆花 什麼的 那喜多是因為突然間有一天睡覺 突然間有個靈感 我們打棒球的時候 不是都在喊 H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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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O是什麼 安檔 那HITO為什麼講HITO 明明就是 英文叫HIT HIT 為什麼叫HITO 日本人講HITO H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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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有點類似 那喜多呢 喜是好的 多也是好的 所以我到最後就取名 喜多豆花 不是什麼喜多郎啊 音樂啊 什麼什麼點不點音樂 喜多郎不是那個 純粹是 喜多這兩個字 都是帶福氣的字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喜多豆花 所以其實 某方面也是安打豆花 不是安打豆花 它是屬於吉祥的 屬於好的 屬於大家希望的 因為在打棒球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HITO 大家希望有安打出現 那喜多都帶一代一代 福氣帶點好 這樣子 嗯 了解了解 那節目最後呢 我們常請老闆說好 如果你想要跟我們 桃園在地的觀眾朋友 推薦你這個喜多豆花 你會怎麼說 給你三句話的時間 三句話 應該講我這個店的特色 應該就是我所有東西 都是自己 自己手工去做的 不是像外面所謂的批發的 包括我們剛剛做的豆漿 那個都是自己煮的 還有就是我另外還有一個是 黑豆漿 黑豆漿聽說 聽客人的反應是說 外面黑豆漿不多 很少 這樣子 我們這邊都是自己做自己的好的 這樣子 好 觀眾朋友聽清楚了嗎 這就是老闆精彩的分享囉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歡迎來造訪我們這個喜多豆花 那今天節目就先到這邊 謝謝老闆 OK 謝謝 那我就繼續吃豆花囉 掰掰